你还不是我的女人 那你还吃醋 谁吃醋啊 你啊 在看什么呢 在看你小时候的照片 太可爱了 对了 你有没有发现 慕婉婷这次回来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以前的大小女孩 小姐脾气都没有了 倒是低调了很多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觉得 她没可能这么短的时间 就洗心革面 你还是小心为好 放心吧 有我在 谁都不能伤害你 这个 这个是许光耀吗 这是她十岁的时候 来家里做客拍的 她十岁就认识你了是吧 不是 好像是九岁 认识早有什么用 你还不是我的女人 那你还吃醋 谁吃醋啊 你啊 我 那 她认识你十几年 我才认识你几个月 应该吃醋的是她吧 只不过 这样的合影我们都没照过 那等我们以后结婚了 这样的合照 不是想拍就拍啊 从我们两个人 年轻的时候 到老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孩子 有孙子 我们每一年都照全家福好不好 好啊 那我们 这一辈子 每时每刻 都把它记录下来 好吗 大小姐 大小姐 老爷的书房里还有些文件 我不知道哪些是要用的 哪些是要处理掉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我马上就来 是 我先过去了 好 谭司令 汪叔 这个 木工是什么时候跟他们合的赢啊 这是当年老爷压祸的时候 雇的白鹅羊枪队 白鹅羊枪队 木工还雇个洋人呢 老爷是听人说 羊枪队的枪法特别神 说是一个能顶四五个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 又是打仗又是马匪的 找几个能干事的 也踏实点不是 对 什么枪法这么神呢 这羊人吹牛的吧 还真不是吹牛的 羊人的子弹特别厉害 那个都是什么开花弹 一枪下去能交掉半个身子 这是当年 从你附近山口上取下的弹头 这些年我一直留着 也许你能用得上 开花弹 太司令 你还有其他事吗 方叔 当年木工走的是哪条路 这么不太平 那是十年前 是罗渡军和徐伯军 正打得不可开交 老爷押了徐伯军的军用物资 回上海 到了江浦啊 就走不动了 前面江山那两军打了起来 老爷一看没办法 就从江浦上了岸 走了陆路 幸亏找了这个洋枪队啊 前面就是江浦 你们远替扎恩休息 等林儿病好了再走 我跟羽儿压着自重先走 是 放手 我还有事先走了